《科学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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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发起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觉得 作为科学普及教育 很重要的就是 让大家能够 去碰一下 其他各方面学识的一些刺激 那我们通常在课堂上 各位上课 天天上课 老师一天上课 来教你那些相关的东西 听久了你会累 你会疲乏 我们的知识 其实是靠刺激出来的 当外面的刺激进来的时候 你的脑袋会开始去勾连 你前面所学的所有东西 这个是我们学习上的一个印证 还有比对的程序 当你印证比对了之后 你会有更多的关联 那这个关联 就是我们脑袋真正的作用 我们所有学习的东西 就是要把我知道东西 全部关联起来 然后去找出最有用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请到我们学 我们学校的 山文达教授 数学系的教授 然后是我们语文中印的主人 那他本身在这个科学教育方面 投入了二十多年 然后呢 他本身在这个很关心各式的教育的方法 各位待会儿你不听他的课 你就会感觉到说 诶 居然数学可以从游看门看出来 所以啊 你们各位就可以听听 像这种数学大师 他们怎么看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来 我们非常 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山文达教授 教授 我们 看游票 多数学 好 谢谢老师 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 因为想要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更希望能够讲的 讲得完 那个 本来 我是想 这其实 跟我敲定这件事情是十月十号 十月十号的一天才决定 所以我一切都是很急忙 那 主要是因为我也在通事中心开课 那我很不希望这个课题 跟我通事公心的那一门课的内容是重叠的 不过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重叠的同学 有没有啊 有没有人修了无话脉络 有 那还好还好 我就是为了你准备了 哈哈 就是为了你错开了 那 之所以想要错开 所以就找了一个我今年 在那个通事课里面没有用的题材 那本来我就是纯心想要耍赖 就想说 我就用一个旧的投影片就好了 可是 就是越想越不应该 这个易老师的场子 不可以耍赖 所以我就 礼拜天还是拿了那个旧的投影片出来 然后仔细地读了一遍 想了一遍 然后又塞了奇马五张投影片进去 所以我刚刚有点急就是这样 我怕我 也会讲不完 那 但是我会希望这个 等一下再看着办 这个有可能要再多灌 几盏灯 因为那个邮票有点小 而且被放大了以后有点模糊 可能 在关机站的灯会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邮票的好玩就是 你会看到一些国家 你会看到一些艺术 邮票总是有一点艺术在上面 然后透过那些 那些出那个邮票的国家 我们或许还会有一些 像易老师说的其他的牵连 这第一章 当然我们说大历史 就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这个是巴比伦跟苏美的时代 其实这个时代 留下来的只有文件 那他们的文件 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学了 或者在周杰伦的歌里面听了 那个地方的人都是用米版的 反正就是没所不达米亚的那个流域 然后他们留下来的所谓文件 就是像这样 对不起 因为这两个萤幕我还是不太会操作 所以我就在这边 是片脑 不是 我是说我指的话 我只能找一个 我就指这个 我就指这个 那大家看到的这一块泥板 是我们现在找到的 我记得如果这个数据 数据我不保证 2000多块泥板里面 其中一块泥板 那些泥板 其实就显示了 这是5000年前的文化了 这5000年前的文明呢 就已经有一些 它有图形表现的文字 然后重要的是 那个文字里面 已经包含了数目字 就是数学 也源自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 把这个语言给精脆下来 精练下来 或者精练上去 变得比较抽象 以后 产生了一支人类的独特的文化 就是数学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数学记录在文本上面的 包括这个泥板上面的 其实都是账本 那么这一张呢 当然我无法解释 因为其实现在都被解读出来了 但是我也不用深入那个细节了 反正这一张是账本 这个是记账本 就是记着交易的情况 那么古代的文本留下来的文字 其实基本上不是账本 就是占卜 就是这两种文字 古时候虽然有发明文字 很早以前有人发明文字 但是古代的文字 也没有拿来做今天的抒情文 或者是记事 它基本上现在发生的事情 可能当代并没有想到 要把它记下来 而是一个占卜 就是问最近的未来 或者问某个皇的身份 或者是他的身世 或者是他的 反正就是他的运势 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龟甲上面 从颓骨上面 这个中国古代所出土的那些文字 查到的也都是那样的内容 但是因为那些内容 多少也会牵扯到当时代的某个皇 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妃 所以也是可以考察历史 虽然他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记录历史 那么在巴比伦的泥板里面 能够找出来的 跟数学有关的呢 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一类 占卜的另外一类就是记账 当然包括了税 那时候也许它不是我们今天 税的观念 但至少也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你要欠我什么东西 你要交给我什么东西 你该交给我多少国类 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很少数留下的一些 很幸运留下来的一些泥板 使了后代的人解读之后发现 那个时候的数学已经进步到一种程度 就是其实他们应该知道 这是毕斯定理 毕斯定理说是毕达克拉斯创的 但是其实现在的书都不会说是他创的 是他写出来发扬出来的 而且用今天的符号或者今天的观念表达出来的 那么毕达克拉斯是7月前500年左右的人 但是这个是2000年以前的留下来的板子 从那些板子呢 大约已经可以确定有一些板子是当时的教科书 我刚才说主要留下来的东西是账本跟占卜 但是有很少那一部分现在被认定应该是教科书 就是某一类的书记官这些官可能就是要负责做计算的那些人 用今天的英文来说他们就是computer 他们就是做计算的那些人 那些做计算的人 我们有会计人 对不起不是你是文书主的 不是会计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会计 那会计这就算是政府里面的一个一直很重要的文官 这些文官他们当然要自己要训练他自己的土地 所以当年留下来的一些跟数学有关的米板 现在认知是他们是课本 就是例子 然后有一组米板里面 能够显示出来他们知道B式定理 为什么 因为他记着345 然后什么 6811 对不起我背不出来 然后就是B式定理里面那个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然后ABC都是正整数的那种数对 那种三个数对 英文称作毕达哥拉斯的Triples 就是他们的三数对 他列到那个三数对 而且他们是用60进位列出来的 那这个那个三数对列到最大的 用今天的数来说是上10万这个单位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相当相当丰富的 B式三角形 就是直角三角形 以整数边为边长的直角三角形的一些特例 他们可以举出十几组的特例 当然这个顺便说一下 这个有无穷多组 就是这个满足A平方加平方每四平方的正整数ABC 而且是护值的 如果你不把护值算进去 那就太无聊了 当然有无穷多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可以背三组给你345跟680 跟92、25 但是不说这个无聊的状况的话 其实还是有无穷多数 事实上是有一套公式 有一套公式 随便给你一个N 就可以根据这个N算出一组 这个毕达格拉斯的三组数 但是相信巴比伦人是不知道那个公式 他们的符号还不足以让他们说明一个公式 但他们起码可以列举十几条 那样子的毕达格拉斯的数组 这也就是这个很早期的数学 也就是为什么近代的人都不会说 毕斯丁里是毕达格拉斯发明的 是他学来的 学进了从中亚游学的时候 学进了带进了这个希腊 然后在希腊形成他的学派 然后传递下来 那这个这个邮票有趣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它是一个叫Van Da 这个底下加一个东西 其实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念 但有一点要卷舌的 那个D的声音的意思 我只能从文字上面描述 知道要这样念 所以确实是什么声音 我也不太知道 你就假装他是 因为我知道印度人会念Van 他的那种卷舌D的声音 会是D 这种声音 所以我们就假设他念Van Da Van Da Van Da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 这是被南非併吞掉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小国家之一 南非是 大家知道吗 非洲最南端 南非的国度里面还有两个国家 这是很少见的情况 就是一整个国家 就是被另外一个国家包起来的 我们应该会听说过南非里面的那两个国家 一个叫赖索托 一个是斯瓦基兰 斯瓦基兰 斯瓦基兰是我们 我国少数有邦交的国家 这个马银九 这个第一任商 这个 要什么 要叫什么 反正要旧职的时候 斯瓦基兰的国王还来了 然后斯瓦基兰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第一名 他是全世界这个爱滋病比例第一名的国家 爱滋病患者第一名的国家 那Fenda在斯瓦基兰的北方 也就是现在南非在玩Safari 就是开了吉普车 冲到丛林里面去看大象和狮子的那种 那种游戏玩法叫Safari 那是玩Safari的地方 他就在那块地区 在我忘记的哪一个年份 七几年的时候 也不是很久以前 是我生下来以后的事 他被病吞了 所以事实上 不要以为世界上就是会一直很和平的 其实在二三十年前 那个国界还会 还会换来换去 然后直到现在 我们这边产生一个像钓鱼台 钓鱼台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那么奇怪的 因为世界各地都还是有这些领土的纠纷 那比如说有一些国家 是会硬生生的就被人家 就被人家病吞 最近被病吞的一个国家 就是斯瓦基 在喜马拉雅山山路 一个山区中的 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国 然后他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是以前演过一出很有名的电影 有过联纳的国王与我 国王与我 的那个国王 就是斯瓦基 作为这个背景 不是说电影里不是那样说 但那个故事 是斯瓦基 的国王 跟他的美国人的英语 家庭教师的故事 但是這個美麗的故事沒有了 Sikkim就被印度硬生生的併吞了 他併吞以後大家罵一罵以後也就無邪而終 說到底就是因為沒有列強支持Sikkim Sikkim沒有造成 印度併吞的Sikkim 並沒有造成西方任何一個列強國家有什麼痛 有什麼損失 所以就不會有人幫他撐腰 這一點我們在台灣要記住 要把很多人的利益放在我們這裡 所以別人會痛的時候就會來假裝主持正義一下 傳到了埃及 不過埃及其實跟剛剛那個文明是差不了多少時間 它們是同一個時期的 那不一樣的是我們都曉得吧 埃及就不是在米板上面記錄了 它們在所謂的草池上面 用一些像蘑菇的東西 然後壓成非常粗糙的草 那幸好它們生存在一個非常乾燥的地方 要不然這種東西實在很難想像 它可以存兩千 將近三千年存到今天來 那這裡也是顯示了當時的狀況 這邊這一張其實它就是避世 剛剛說的避世數 數數 三四五 六八十一或十三 十三好像是 總之就是那些數就這樣排下去 所以這個也被認為應該是交書記官 或交記帳的那些官員的一些教材 而且從這個教材裡面跟巴比倫人的米板比起來 已經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點進步了 就是它出現了無聊的問題 那數學就是來自那些無聊的問題 最初數學就是為了記帳 就記清楚 那埃及比巴比倫多了一點東西 是它多了幾何 大家認為巴比倫沒有幾何 只有算數 那埃及有幾何 那傳統的 到目前來說 大家都承認的 說法是因為牛肉河的那個特別的關係 我想各位同學可能在小學或國中的時候 聽老師說過 這是很有名的傳說 其實不太能真的證實是這樣 只是大家 就是按照現在來推論大概是這樣 就是他們都在牛肉河邊上 對不對 然後每隔一年 他就要重新翻來一次 然後大家都要撤走 想像他們在那個時間都去蓋金字塔 然後呢 時間過了就都回來 回來以後 按照一本帳本 就要重新畫土地 這是你家 這是你家 如果在帳本上面 說你家有 比如說 兩甲地 我現在就要畫兩甲給你 然後你家本來有 三有四分之一甲 那現在就要畫三有四分之一甲 可是那個刷過以後 也不是完全是平原 這個土地也不可能 全都是長方形 或正方形 所以幾何就這樣出現了 就是有的時候就有些奇怪的地形 然後你要有一個 非常有利的政府系統 讓大家都幸福的 這塊地給你的 就絕對沒有錯 就是這麼大 那這就是傳說幾何是怎麼樣發生 這些事情都是傳說 我們不能當 這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不能把它當真 不過就讀小說來說 當真也沒什麼不可以 這旁邊這一幅 畫的就是書記官在做事 他在清點古類 清點以後他們要做紀錄 當然這也是想像的話 這不是壁畫 這個download下來 這就是想像當時 應該是這樣做的 那他們的想像當然也有所本 因為我們都知道金字塔的那個牆壁上 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然後這是讓人可以解讀的 所以古時候呢 我們做一個推論 我之前說的是推論 就是把它當故事聽就好 不能當真 數學怎麼發生的 一開始是為了記帳 只是算數那一部分 幾何那一部分 要公平的重新分配土地 當然從新分配土地之後 跟稅一定有關係 你家的地比較大 他是特權 要不然他要交的稅 應該要比較多 或者他要買賣的時候 那個要換的駱駝鷹 或什麼應該比較多 總之到後面還是有計算 所以幾何不可能是純幾何 他一定配著計算 最初都是為了這樣子的 食物的原因 但是那一小撮人 就是做計算的那一小撮人 他們漸漸的開始無聊了 他們的技術超出了他們工作所需要 於是純理論就要慢慢地誕生了 很多東西比如說 如果天下只有一個人會飛 我們大概不會為他辦奧運比賽 對不對 沒有意思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會飛 可是天下差不多每個人都會跑 所以才值得辦奧運比賽 因為這才有得比 每個人才會覺得有意思 就像跆拳也是爭了好久才進奧運 因為要證實給奧委會看 這樣的運動人口是夠多了 你才能夠進奧運 好啦 我剛剛講那個 為什麼突然跳通說到那邊 因為很多的文化 就是從生活中產生的 剛剛我們最先就是說 數學是從語言裡面產生的 一二三四這樣說下去 然後我有兩頭牛 然後再買一頭牛 總共是幾頭牛 小學一年級的問題 但是在古老的時候 就是因為三這個聲音 是放在二這個聲音的後面 所以就是說這在一起 共有三頭牛 就是從這個語言中 慢慢精煉出來 然後就越做越複雜 那麼我要說的 就是繞了一大圈都要說的 同一句話就是 我個人的猜想 所有的文明文化藝術 就是從那邊來 就是有一些人在他的生活中 他精煉了某一種技術 而這個精煉的程度超出了 他生活所必須 而人 這個是很神秘的事 人都有創新的本能 他就希望突破他現在 可是他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突破了 所以他就開始進入學術了 他就開始想一些純粹的東西 就像泡沫紅茶的那些人 他搖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但你就知道 我們在電影、電視或現場都會看得到 他有的時候就不喜歡這樣搖啊 他就想要把它摔起來 他就想要翻跟斗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 這是不是沒必要的事 當然也許有人會鼓掌 他就會賣得更好一點 還有那個竹竿舞 你們知道竹竿舞從哪裡來的 竹竿舞是山西、陝西那個地方來的 你再仔細想一想 為什麼不會從福建來的 因為福建的人不挑扁蛋 竹竿舞就來自那些挑扁蛋的地方 挑扁蛋的人休息的時候 扁蛋就放在旁邊 然後人就坐在那邊很無聊 那扁蛋他玩得很熟 然後就開始無聊了 他就開始做一些 跟挑扁蛋沒有必要的事情 就開始跳竹竿舞了 然後呢 你們每一個學生都有一種特殊的技能 我猜 現在也許比我們那個時代少一點 因為手指頭都拿去打電動了 所以就是手指頭在鍵盤上面變得比較靈活 絕大部分的學生坐在那邊無聊的時候就會轉筆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要辦一個轉筆大賽 轉筆是不是一個超出實際功能的東西 但是你就無聊嘛 然後你就有創造跟突破的一個欲望 那你就沒有地方發洩 你就開始轉筆 但是真的也 至少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過轉筆的比賽 那不是一個正式的比賽 就是大家就開始 就現在你們就說 開始大掐 就像那個樣子 就兩個人看不順眼 就說 欸這一招我會那招你 然後就開始甩那個筆 數學人我回到數學人 數學人應該是這樣來的 那些人天天在做算數 算到有一天覺得很無聊的 就開始問他的同事 欸我問你一提 你大概不會 假如怎樣怎樣 那個問題就超出了他工作的範圍 另外一個人也許就回家想了兩三天 解出來了 也許覺得很不爽 欸不是很爽 然後他又發明了更難的一題 我再挑戰下一題 然後他們在這一種文本裡面 把部分的題目記下來 那些題目被解憶出來以後 你知道數學史家或是歷史學家 surprise的地方是 這裡有數學了 開始有純數學了 他不是 那個問題不都是在這個 算稅啊 記帳啊 不在那個範圍裡面 認真的說 這裡出現 第一次出現了 類似我們說的 二元一四連立方程是要求解的 那種問題 而那個問題沒有實用性 在當年 並沒有發現它的實用性 所以數學就這樣慢慢發生 那其他的文明其實一定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因為古埃及可能跟巴比倫有聯絡 但是他跟中國不應該有聯絡 他跟印度也不應該有聯絡 但是他跟美洲也不應該有聯絡 但這一些古文明其實多少都會有自己的數學 因為大家都有一樣的需要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這說第三次了 數學來自於語言 是從語言裡面清脆出來 清脆的程度不一樣 程度最好的 當然現在是希臘那一支 希臘傳到西歐去的 現在傳到全世界的那一支 要說數學的文化傳統 大概現在全球只有一支文化傳統 就是希臘傳下來的那一支 但是其他那些不精脆的 沒有到精脆到這種地步的國家 或是民主他們都有自己的數學 起碼都可以算兩個加兩個 會一共會是四個 起碼這種東西在語言裡面都是有的 他不一定寫成了算式 但是在語言裡面起碼都會有的 這也是我的猜想 我的想當然而的猜想 我並不能告訴你 天下六千種語言 還存在有六千多種語言 還會有人講 我不能說他都有 至少我問過阿美族跟布朗族是會有的 這是我爬山的時候可以問的 左邊這張郵票的國家也不存在 這個底下寫的是德文 太遠了看不到 反正第一個字多一些 這大家都知道 這是德國的意思 然後呢 Democratische Republik 後面是共和國 大家都認得出來 前面這個字稍微想像一下應該也認得出來 它跟英文很像 就是民主 在二十世紀的中間那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 我們看不順眼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特別是政治人物 他們還有那些法律出身的政治人物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曲解文字 把文字賦予其他的意義 或文字本來沒有的意義 但是其實文字本來就是這樣演化的 也不能怪他們 每一個時代都有人這樣做 那麼二十世紀的中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看那個國家的名字裡面 有民主兩個字的一定是共產主義的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大家可以猜得出來的是什麼 德國民主共和國 那就是現在不在了 它是東德 這個就是東德 總之這是東德在1981年出的郵票 那右邊這個我現在背不出來 等一下來看一下 UAR 這個國家也不存在 它是United 它沒有名字的 United Arab Republic 聯合阿拉伯林共和國 這個國家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衝著以色列成立的 後來呢 被西方國家分化之後 就一個一個的脫離了他們的United 他們的聯邦 最後就剩下一個國家的時候 它還是自稱聯邦 撐了快要十年 才換了另外一個政治強 強了以後才走開 就是這個名字就完全不見了 那最後的那個傢伙是誰呢 就是埃子 暴數第二個是誰呢 是利比亞 所以就是 就是我們最近看到那個 一直在阿拉伯之村的那些地方 其實從1969 六幾年到1979年的時候 那些強人就在那個時候登台 他們那時候都是忠孝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還是小孩子 我在看報紙的時候 就問我爸說 忠孝是最大的 因為那些人都是軍人 當時他們篡位 不是篡位 就是國權的時候 就變成獨裁的時候 他們的關鍵都是忠孝 我在想他為什麼 我把自己封城上架就算了 但他們就喜歡忠孝 這個名稱 中國 中國就不要說 從3000年前說起了 比較近一點吧 當然還是屬於古中國 對 這邊引了這一句話 並沒有郵票 無窮等筆樹裂的觀念 在莊子裡面就有 當然這個就是很早 對 喜悅前五百年 莊子的天下篇 第33裡面 這麼一句話 一齒之 那個字其實念錘 我們現在都不這樣用 所以你就想 它就是竹竿 就是晒衣服的那種竹竿 晒衣服的那種竹竿 一齒之竿 日取其半 萬事不解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數學想法 但它真的是純數學 任何物質的人都不會承認這個事實 你切切切切切切到一個地方 就不能切了 不可能再切了 但是純數學真的認為 沒錯 萬事不解 純理論的確是可以想像 這是永遠切不完的 切到最後 也許物理或化學家 就不會認為那叫竹竿 但是 whatever 就是理論上 它就一直存在著 所以這難道不是純數學嗎 這就是人已經發展到 那個文明已經真的夠高了 他不在乎 他要說的話 或他做的事情 就是要解決實際問題 不只是純數學 學術 我應該這麼說 academy 學術就是這樣開始的 請各位想像一下 就是人把某種記憶 根據需要而發展到 純熟無比 然後開始創造 創造到超出需要的範圍 但是 所有這些事情難道沒有用嗎 希臘這一支的文明 就是認為值得做這樣的事 所以發展成今天我們看到的科學世界 伊斯蘭人 中國人 印度人 很不幸的好像 就比較沒有認為我們有必要 去發展到超出 石油範圍太多了 這是一個通常的說法 我也不敢說 這是現在最 大家在哲學上面都這樣認為 就是大家解釋是這樣 希臘內一支傳統 很多人會以為是基督教的原因 但是 各種跡象跟證據顯示 這是巧合 不是因為他們信了一神 所以產生今天的科學 這樣的結果 不是因為一神 事實上那個一神的觀念 大家都曉得 我等一下還有一張油條要說 曾經造成很大的毀滅效果 但是是因為 他們繼承了希臘的那一套哲學 他們認為是值得脫離現實的 是值得去思考 因為看起來世界是沒有關係的事情 然後才出現了我們今天的科學文明 科技文明 那中國也不能說沒有人這樣想 這不就是一個例子嗎 然後這好像看到了什麼 不是 出現了一個 我要怎麼讓它 我要怎麼讓它 我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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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多人 有這樣子的脫離現實的想法 歌元素 就已經到了比較晚了 那 九章呢 是在漢朝初期的時候做的 作者是誰 已經不可考 那它可能散布在很多地方 說不定根本不只一個作者 是後來有人把它結合在一起 特別是劉慧 不但結合在一起 還替它做柱 它所謂的做柱 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 把每一個命題寫了正名 以前每一個 就是說 以前的九章是怎麼寫的 就是給你一個例題 一個最簡單的例題 相當於我們今天 國中課本裡面的殷勤動機 然後呢 就給你一個公式 相當於今天 國中課本給你的公式 然後就寫了那一題 然後接著就三題或四題的例題 就相當於我們今天 補習班的說法 或者是參考書的說法 所以如果你知道九章算數怎麼寫的 如果你知道後來的 請酒勺點點點 我現在一時 背不出很多名字 如果你知道那些 中國的算數怎麼寫的 你就會有非常大 像我一樣的一個非常大的領悟 原來我們台灣人這樣學數學 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就是很難對學生 對家長 甚至於對某些數學老師說 你不要這樣教數學好不好 你告訴學生定義好不好 你告訴學生定義 然後我們推論到這個結果 請你這樣教數學好不好 後來我有一天突然了解錯的是我 因為我受了西方的教育 我這個人已經在希臘的文化脈絡裡面 我已經在數學方面 我沒有說別的 在數學方面 我不是中國人 這個說起來好不愛國 但是 這是我的反省 原來中國人在一個 你知道文化力量之大就是這樣子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在這個柏揚桌的匠缸裡面 我們通通染成了一樣的顏色 所以 是我不對 是我跟中小學老師 這樣子要求的時候 是我不對 明明我們這個社會 從1500年以前寫的教科書 寫的數學書 就是這樣寫的 一個簡單的理題 一條公式 兩三題 越來越難的理題 而且不復解答 這個 參考書還是比較好一點 他會給你解答 他不復解答 所以劉輝為九章算書做柱 他做了什麼柱 他為那些公式寫了證明 所以劉輝有點像是 又跳碰了 他變得比較不像中國人 他跑去跟人家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那當初為什麼書上都沒有寫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很可能最古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就是不care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要跟我羅里巴說 你把答案告訴我 公式給我就好了 搞不好 以前會這個方法的數學家 要寫下來的時候 他的主人 或者他的publisher 就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廢話那麼多 沒有人要讀文字的 你給我寫公式 所以他的文字全是公式 全是一些口訣 你背的口訣就是 大家還記得那個 韓星點兵的口訣嗎 那邊什麼什麼 三人同行 三人同行 五枝梅花 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七個怎樣 就三個一數 五個一數 七個一數 剩幾個人 剩下的那個數 你要乘以某一個場數 然後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要除以120 然後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除以120 則為之 大概是一個七眼絕舉 你只要背起來了 你就知道 三三一數 五五一數 七七一數 各生幾個人 那個總數最少會是幾個人 最少 當然也無窮多種 但是最少會是哪一個 就是那首詩可以背起來 那首詩就在這裡 不是在郵票上 我說就在九張 就在九張算數 裡面的其中一題 九張算數裡面很多很有趣的題 還有一題呢 類似這個樣子 那有一個 他還有情境的 還有情境 有一個人在旅館裡面 偷聽到這個客棧裡面 偷聽到隔壁呢 是搶到 是馬賊 這個馬賊啊 在分銀子 如果就搶來的銀子 在分賬 這個如果一個人分 比如說三兩的話 會不夠二兩 如果一個人分二兩的話 會剩下七兩 我隨便說出來 然後這個人就跑去爆關了 這隔壁有馬賊 那接下來的問題 那這個官應該 這個官 假如你是要考公務員的人 這是公務員考題 這個官應該要知道 那個隔壁的房間裡面 有馬賊幾人啊 那是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算出來這馬賊三人 你派了三十人去 你不是很丟臉嗎 對不對 如果那個馬賊是七人 你派了三個人去 你不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做官的人 要會這樣的事情 這是當時的題目 所以那些題目就已經 我這已經有聯力放成組了 對不對 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聯力放成組了 沒有問題 好啦 那劉輝在九章裡面 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 大概就是兩件事 一個是歌元術 另外一個就是 他證明了購物賢定理 就是證明了必試定理 那那個證明的方法 直到現在 這也許也是我的文化偏見 直到現在 我在一本書裡面 瀏覽了157種證明 我還是覺得 劉輝的證明是天下第一 是最棒的 你只要把那個三角形切一切 這裡搬過來 那裡搬過去 答案就出來了 其他的人都很笨 都是要做好多計算 他完全不用摔 你再用黑板的畫一下 我跟同學分享一下 A B C 假設就是 這是一段A一段B 然後這是B 然後這是A 這個是A 這個是B 然後 對 先這樣 所以先給我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的編長 就是A加B 然後 然後 我要說什麼呀 哈哈 然後 就把這個 跟這個 切開來 切開來 然後 然後就開始 你就開始堆吧 把這個 堆到這邊 然後把另外一個 堆到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另外一個 堆到這裡 再把另外一個 堆到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怎麼動啊 這最容易寫動畫 對 以後Flash寫一下就證明了 就把這東西切一下 然後東西挪一挪 就挪出來了 那這個斜線是什麼 因為這是A 這是B 這斜線就是那個C 斜邊 然後你這樣子堆一下以後 這個 當然是需要證明 但非常容易證 這會是一個 編長都是C 四個角都是直角的正方形 其實就證完了耶 蛤 這個是C平方 蛤 這個是C平方 對啊 然後我們要證什麼 C平方 等於A平方 加B平方 對不對 但是這整個大正方形 跟這個大正方形 是一樣的 因為這一邊還是 這一邊還是B 這一邊還是B 這個小邊還是A 所以它是一樣大的 然後你就扣一扣 這個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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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相當於扣掉了這裡 那中間這塊白的 就是這兩塊白的 的面積核 所以就是C平方 跟A平方 加B平方 有沒有 這裡很抽象 因為原先我們說的是 直角三角形 所以其實OG裡的沒有比較厲害 OG裡的他沒有抽象化 他知道他想的是這樣的三角形 然後A平方 加B平方 跟C平方要相等 他就必須要畫出兩 三個正方形出來 然後在這三個正方形上面 搞來搞去 所以他需要經過43個命題 才能證出這一題來 他前面要準備43個數學的東西 第44題 他才能證到這裡 這是幾個原本第一側 第44題 倒數第二題 最後那一題就是 B是定理的逆敘述 就是如果有一個三角形 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折這個三角形 是直角三角形 那是幾個原本第一章 應該說第一卷的最後一個命題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們在劉輝的時代的抽象性 比OG裡的強 但是也不能這樣怪人家 OG裡的新約前三百年 這個傢伙已經新約後三百年了 所以他佔了一些時間上面的優勢 他比較成熟 但是你也不能 再換句話說 你也不能這樣講 他們兩個都沒寫戲 所以你並不能說 他的知識傳給了他 但是我總會認為 這又是中國人的偏見 我總會認為 他們大概是同一個靈魂 就是 要不然為什麼想的事情那麼像 特別是底下這一件 這實在是會嚇到人 劉輝在這個時候 大概比阿基米德死了以後 隔一百年左右 阿基米德就跟他用的是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辦法 只是用不一樣的數 不一樣的技術系統 Number system 因為中國人有十經位 那個時候的其他人 還沒有十經位 所以他還在用六十經位 六十經位各位同學 也不要覺得有多奇奇 因為聽起來六十經位是很可怕的事 我們今天都在用六十經位的地方 還很多 時間就是 一小時有六十分 一分有六十秒 量那個腳也是 腳是一百八十度 但是再往裡面 就是一度有六十分 一分有六十秒 也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就是每一塊單位 他用六十來當作滿 然後才算到下一塊單位 如果我們的地球不是這樣轉的話 說不定我們會定六十個小時 叫做一天 對不對 但這個不切合現在的實際 所以不適合那樣做 但我們也可以把hour的那個長度縮短 這個不要聊了 這個反正很無聊的一個問題 總之就是這個實際上不適合 用六十經位講到多少小時一天 那這個割圓數呢 就是在估計圓中有多長 圓中是直徑的幾倍吧 古文明通通都憑著直覺 發現了圓都是相似的 這個簡單的道理 既然圓都是相似的 那相對應編長的比 就應該是固定直 這也是古文明都知道的事 因此 圓中比直徑是一個固定的書 那麼 在比剛剛說的 《莊子天下篇》還要再老四百年的上書裡面 這個可能你在小學的課本也讀過 叫做《周三靜一》 留下的那句話 而且還是刻在腿骨上 刻在牛腿骨上 很奇怪 為什麼在那邊要說這句話 總之 《周三靜一》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那個粗略的估計之下 圓周長是直徑的三倍 如果用這個估計的話 它相當於用了圓的內階正六邊形 來當作圓周長 正六邊形的周長 來當作圓周長的 approximation 在不太需要很精確的時候 圓的內階正六邊形已經很圓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心算一下就知道 六邊形的話 割出來的每一個三角形都是正三角形 都是六十度的 所以每一個邊長就是半個直徑 就是半徑 所以六個半徑加在一起就是三個直徑 所以《周三靜一》 接下來 阿基米德跟劉輝這些人 就從這個作為基礎 我們就開始 把圓的內階正六邊形 其中任何一邊 每一邊都把它破一板 然後拉出去變成新的弦 也就是變成圓的內階正十二邊形 然後算它的周長 你會覺得這很難算嗎 但是他們 阿基米德跟劉輝都找到一樣的辦法 就是用今天的話來說 叫做半角共識 其實就是你把圓心腳 從三十角到破成 從六十度要破成三十度 當然他們沒有用今天的根號那些東西 沒有啦 他只是說 如果你知道三十度所對 三十度原 對不起 如果你知道六十度所對的 六十度的圓心腳 所對的弦是多長 則把那個圓心腳破一半的時候 那個弦 會跟前一個弦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都曉得這個關係 非要用到開根號不可 因為半角公式就是有根號 不管你寫不寫半角公式的名字 這就類似啦 他是比亞說的 by any other name 不管你叫玫瑰什麼名字 他最後那個根號就是要出來的 所以不管他當時知不知道這叫半角公式 那個根號是非要出現不可 所以阿基米德跟劉輝都面臨了根號的問題 他們怎麼解決呢 就是你們在高中一年級學 或者國中二年級學的那個辦法 十分逼近法 就是畢竟沒有別的辦法 就是你要求根號十三 就是解x平方的也十三 然後初算一下 你知道他應該在四根三 三根四之間 然後你就開始三點一三點二 但這是我們的語言 他們就是三又三分之一 三又二分之一這樣子 去推 然後就可以依此類推 如果你有那個公式 那個半角公式 你就可以算出十二邊形 如果你可以算出十二邊形 如果他手上有電腦就太好了 你就可以寫一個loop 那個do loop就可以下去了 依此類推 接下來就再切一半二十四邊形 再切一半四十八 然後九十六 劉輝算到九十六 這裡沒有寫啊 我記得是這樣 劉輝算到九十六 劉輝算到九十六以後 出來的那一個數 就是我們今天在小學課本常用的數 七分之二十二 七分之二十二就是三又七分之一 每個人都知道 七分之一是 一四二八五七循環 所以他很靠近 我們起碼前三位數出來 三點一四出來 後面都不對了 但是這樣已經夠厲害了 這個已經 阿基尼德就是算到這裡 然後他那一輩子就是算到這裡 然後做別的事情 以他們手上的工具跟計算的能力 就算到這裡 九十六變形 那 到了祖沖枝的時候 他的工具更強 就是他有籌算 他開始有算盤 有籌有這些工具 然後有足夠大的場地 讓他擺了滿滿的一地都是 然後那不是桌子可以做的事 那是需要一個曬谷場 來做這個計算 然後這個祖沖枝算到多少 是幾十萬變形 你不要以為那個數有多大 其實因為他是兩倍成長 所以不會多做多少步 就會上萬 總之他算到幾萬我忘記了 然後 而且這位老先生 算完了以後 滿地都是醜 你怎麼知道你算對不對 然後 你知道這個 當你不知道 你要確保你計算是正確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叫三個人同時算 這個就是1940年代 computer還沒有真的上線 但是西方戰線非常的緊急 然後美國人 製造了他們的工業非常強 他們這個加入歐戰以後 他們是提供武器 最就是最有效率的一個國家 但是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每一支炮都要經過試射 把彈道表算出來 因為每一個炮都有一點誤差似的 他彈道不盡相同 他必須要算出仰角 側封 然後 這個彈會落在哪裡 那一張表 然後要 釘在砲管上面 然後這個砲管才能送出去 否則的話 你就算生產出來 他是不能拿出去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那個炮彈會打誰 這是個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 就需要一大堆人在後面做計算 那個時候這一種問題的 非陷阱的違論方程 已經被數學家寫出來了 或者說物理學家 已經知道那些參數怎麼設定了 但是 你必須要解那個初始值問題 那是一個 以今天來說 大二或大三的同學 一定會做 就是把他做一個很小的ΔT 初始值放下去 然後就一直算 一直算 那個炮彈就會跑 就跑出去了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困難 問題就在這 那他們是怎麼辦 徵召了一大群女兵 女兵分兩大類 一大類是大酷使 我們在很多電影裡面 看到那些女兵 第二類的很可惜 好像沒有被搬上大櫻幕 第二類的就是 坐在一個很大的stadium裡面 然後三大排的桌椅 然後這些女生 全部就坐在這個椅子上面 坐40多個人 他們每一個人就是一個loop 就是一個ΔT 他算完就是傳媒下去 為什麼要三組呢 到了最後那一排 第42的人 不知道四十幾個 到了最後一排 他們要對答案 他們算出來答案一樣 就代表這個可以接受 三個答案不一樣 我們就initio不要用蟲 全部再算下去一次 那些女生就是當時代的computer 直到ENIAC上線 但是ENIAC從來沒有參加 ENIAC雖然是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建立的 全世界的第一部的電子計算機 但是他沒有機會參戰 因為他真的能夠跑的時候 其實原子彈已經丟下去了 其實日本已經投降了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參加世界大戰 所以在那一段時間 就算是做原子彈裡面 那麼複雜的計算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都是用這些 大部分是女生 都是用他們去做出來的 所以我要說的故事就是祖恆 怎麼幫忙 祖恆是祖聰之的爸爸 其實我現在剛剛愣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那個字好像不念恆 但是我現在忘了 我花了好大的力氣查出來 他念什麼 但是我又忘了 好吧 我們就姑且說祖恆 祖恆 祖恆是祖聰之的兒子 所以我剛剛說的那個故事 就是要跟你們說 祖聰之怎麼確保他算的結果是對的 他叫他兒子重算一遍 所以他兒子就把所有的程序做了一遍 最後他們對答案可以 他們答案是一樣的 他們兩個做出來的那一個 就是稱為秘律 就是比較嚴密的那個意思 那個秘律是很好背 中國人都會做非常好背的答案出來 很厲害 對不起 我說錯了 雖然好背 他是113分之355 對 為什麼很好背 你看到前三個基數都在這裡 113355 那你也很容易記得誰在下面 因為你知道答案應該是3點多嗎 所以他應該是100多分之300多 113分之355 他准到哪裡來想說也要第七位 大家可以自己現在慢慢開始算 我是不想算 用電腦算出來 他是到了3.14159 2.7 好像是 應該是2.6 5.8.5 但是他好像算到2.7 好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就是古中國呢 領先西方快要1000年 以元州律的估計來說 領先西方快要1000年 祖宗是在200多年的時候 他在三魏晉的時代 他是魏晉的時代 北朝的人 和非省人士 他之後呢 一直要到多久以後 那時候整個希臘就快要沒了嘛 西元200多年的時候的希臘 其實已經算是不存在了 他的本土已經完全是羅馬了 他剩下的還是屬於 算是以前希臘城邦的那個地方 只剩下埃及 所以當時那幾個主要的 比如說 克普勒 下一張就是克普勒 好像 啊對等一下 說一下 這張郵票 這張郵票是誰做的 不是中國 那叫Micronesia Nesia 是個拉丁文 意思就是小島 對不起 不是小島 是島 Micronesia 這個每個人都認得 Micronesia 才是小島 不只是小島 它是微島 非常微小的島 那這個國家在哪裡 在印尼的東北方 那個太平洋裡面 在正常的地圖上 都看不到小島的那個地方 它有很多很多的小島 所組成的一個國家 然後大家不要的通路在那裡 就是西邊一點 印尼要了 那就是印尼的 南邊一點 澳洲要了 澳大利亞要了 那就是澳大利亞 東北方還有一小塊 那個島稍微大一點點 最高的海拔有八百多尺 美國要了 它就叫馬西亞群島 中間那一塊都沒有人care 就叫做Micronesia 那個國家 我們在報紙上有看到 我們的什麼 他們那個什麼災的時候 跑去救了 然後後來我們在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們還全村募集了 好像一個很 就是說起來有點可笑 好像只有兩千塊台幣那樣子的 金額來捐給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酋長坐的飛機來捐給我們 然後這個心意很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報紙上都有看到 還是很隆重的接待他 然後把這個三千多少塊的 這個捐款收起來 因為曾經我們有 好像是海嘯還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曾經幫過他們 那就是來自這裡 Micronesia 所以在那個地方應該就是 我想他們應該只有一種產業 就是觀光 而他們觀光產業 有一個很大的噱頭 就是帶你去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沉在海底的船跟戰鬥機 那個地方的海水清澈到 20公尺底下的沉床跟戰鬥機 你都看得到 現在都變成三五礁的床 所以那是一個他們觀光的重點 所以那是他們觀光的重點 好 下一張就應該要有 來 去看我們再說 好了好了 重來 這個古希臘我們就從最古早說起 不過我的時間有點慢 這裡就快一點 反正這些人就是 西元前五百到七百年那段時間的最古希臘 那麼 Talus是一個比較少在課本裡面提到的人 但其實這個人領先實在太多 所以我們在課本裡面不太能說到他 其實這個人已經開始在思考類似 類似微分的事情 對不起 類似積分 就是微小的東西架在一起 很多很多微小的東西架在一起 的那種問題 那麼畢達哥拉斯就是人盡皆知 這就沒有問題 但是當然這些都是想像的 雖然你到梵蒂岡去玩的話 梵蒂岡的那個主教堂的旁邊 有一個展覽館 那個展覽館裡面放著很多很多的頭像 修相 從這邊開始的頭像 那些頭像裡面包括 阿基米德、畢達哥拉斯都在裡面 但是你不能當真 就是那些全都是想像的 那這一張是誰做的呢 HELLAS 我今天有很多機會看到一些國家的原文 這就是希臘的意思 我們中國叫希臘 它不是GREASE GREASE 是西歐人給它去的 我們叫它希臘 是用它語文 你看它的名字 然後這一張 這一幅呢 這一幅就有你去 這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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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這個 這個字 這是個法文 但是你應該可以猜 對不起 西班牙文 不是法文 它跟一個字的名聲音很像 你用Liopen 如果用英文來唸 是獅子 那有沒有想到有一個國家 獅子三共同 它在非洲 西南講 非洲有一點 這邊突出來 這個 要彎進去的那個地方 撒哈拉大廈 或者左下方 我特別要說這些國家是想說什麼 包括剛剛的 麥克羅尼西亞 這是在我們台灣的地圖上 這樣寫 我特別要強調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些郵票來自一些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這透露著那些國家上盡之心 這個事情 這是中文 這關他什麼事 麥克羅尼西亞 那個國家 他幹嘛要做這件事 這個獅子三共同國 我們對它是我個人 對它是好無人事 他居然在慶祝拉菲爾五百周年 他關他什麼事 拉菲爾的誕生五百周年的誕辰 然後 他有一幅很有名的很大的畫 雅典雀約 這個是很大那一幅雅典雀約 它是畫在牆上 很大那一幅雅典雀約 一小塊 假設這個人 據說他是迪亞布拉斯 他正在指板上面對小孩子說幾個 所以這整個文明跟它沒有關係 包括剛才那個歌元素 不是我們中國人出的郵票 那麥克羅尼西亞出的郵票 跟他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只能解釋 有一些國家比較小看他 他其實還是有知識分子 而且那個知識分子 還是有一些社會責任感 他覺得他應該讓他的國民 知道中國有一個劉輝群 他可以算圓周率到什麼什麼地方 但是我們都能讀中文 又可以讀得到 近期中二十二萬什麼什麼東西 因為他算到那種尺度 好那下面這一張更有趣的 我記得有一張的希臘 是用希臘文寫的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字呢它像E 但其實你應該念Epsilon 這是大寫的Epsilon 然後這個東西 可能很多理工人也會認得 這是大寫的Lambda 然後這是大寫的Alpha 然後這是我們 我們英文的拉丁字母的S 但是這是希臘字母的Sigma 它寫的Sigma 希臘字母翻譯什麼拉丁字母 就是E-L-L-A-S 但是用希臘字母念的是 Epsilon Lambda Lambda Alpha Sigma 有點累喔 難怪他會被取代 你知道你當初沒有想一個好辦法 你其實會被取代 因為你就是弄得太麻煩 太麻煩的東西最終就會被取代 比如說有人說天下最美的文字 是法文 但它絕對不可能變世界語言 它太麻煩了 好啦 那這個歐基里德呢 這也是一個很詭異的地方 叫做 剛剛認得出來是什麼地方 Mounding 這個是一個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我直接說好了 這也是一個很奇特的事情 它可能是全世界的屬一屬而小 我們都知道 歐洲有很小很小的國家 比如說盧森堡 如果你參加旅遊團 有人會號稱說 你七天可以玩十一個國家 那一定會包括盧森堡 上午進去下午出來 或者是吃完午餐就出來 那這個國家其實也一樣 但盧森堡很少知道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國家是在意大利的東北方的境內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還是留給同學自己上網去查 這是個我以前在看到郵票以前不知道的地方 是原來意大利的那個靴子的東北方有一個國中國 我以前一直以為只有西班牙跟南非有國中國 原來在那邊還是有 歐洲國家已經那麼小了 他們還是有國中國 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 明明就是一個城堡那種樣子的地方 他就是一直堅持獨立到今天 就是沒有參加一大利聯邦 這一幅畫 你們都要了解這是想像 這一幅畫是歐基里的畫 這一幅畫其實也是雅典學院裡面的 剛剛的那一個 如果雅典學院是這麼大的 剛剛那個 畢達德拉斯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這兩個人大概是這麼大 這是柏拉圖跟亞里斯多的師圖二人 到了中期呢 就開始有這個Hipa Chutes 它就是把三角開始 那三角最初的時候 你看它旁邊畫的不是平面三角形 最初的時候三角不是三角 最初的時候三角關心的問題是涼天 不是涼地 不是涼地球 地球我把它走過去就好 不然我這個說話是誇張的 不過反正當時關心的是這件事 是涼天 涼天的話 我們當然就沒有任何可能會 可以過去涼 包括距離跟天上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還有跟我們的距離 都是不可能過去涼的 所以他們就要發展這個辦法 所以假想天是一個球 人所在的位置 假如是球星 他們用這個想法發展了我們今天的三角 所以是什麼時候那個三角 才變成直角三角形上面的討論呢 那一直要到西元十三或十四世紀 經過了阿拉伯人的轉換之後 再重新傳入西歐 才變成我們今天說的這個樣子 在古時候 在希臘的那個時代 中國古時候也一樣 所謂的正弦寒柱的意思是 對圓心角的閒長 是我們不是今天那個直角三角形的樣子 那如果圓心角是θ的話 那用今天的那個閒長公式 用今天的符號來說 它其實是兩倍的二分之θ的正弦 但是那個二分之θ應該了解 它其實不是圓心角 你也可以說它是對那根弦的圓周角 因為我們也知道圓周角是圓心角的一半 然後我們的高中其實應該從 如果我們要浪漫一點 要從歷史的原因推展過來的話 我們應該最先交給學生的 事實上學生認識到正弦定理 是這樣來的 當年就是這樣子 有了正弦定理 所以我們才能夠在地球上的 不太遠的兩個點 對同一個恒星做兩次測量 然後希臘人會認為 這是一個平面上的三角形 然後這兩個點在地球上 所以這兩個底角知道 希臘人又知道內角核是180度 或者是平角 所以對面的那個角是什麼 就算出來了 那底下這個邊呢 是可以量的 因為它在地球上 正弦定理就是在這裡用 對不對 就是那個角對這個邊是知道的 那麼這兩個角又知道 那剩下兩個邊 就用同樣的比值去算 你就算出來 那個恒星 是我們現在的這個距離的值倍 你就知道了一個距離 一個長度 然後你再去量 跟另外一個恒星 不管是不是恒星 跟另外一個目標 去做測量 你就知道 跟我們地球上的夾角 但是剛剛算出來了這一邊 所以你又可以再用正弦或余弦定理 先用余弦去把另外的角算出來 然後再用正弦 你就可以再推論 它們之間有多遠 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去應用 那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張圖 很像我一樣 這個不對吧 OK 所以這張圖上面 為什麼在彈三角的時候 會出現天體 這是因為三角向來 希臘人不太注重地球上的事物 這是我們要了解的一件事 希臘人為什麼可以不太注重地球上的事物 因為他們有很多奴隸 而且他們的奴隸品質好像也都不錯 所以他們的社會就是 上層社會的人 可以有很多時間想一些 這些不是很實際的問題 不過這樣也要了解 雖然我們很多人喜歡 引用希臘或羅馬時代的文字 翻譯過來以後 會變得好像他們很民主很自由 他們會說人都生而怎樣怎樣 他們會說所有人都會平等 每一個人都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但是你應該了解 在當時那個字翻譯過來的英文 應該不是人 是citizen 那你也會用今天的眼光來想說 citizen就是大家 只要18歲以上或20歲以上 不過你也要了解 那個時候citizen不是這個意思 citizen是擁有財產的男人 不用強調男人這個字 因為在那個時代 女人根本就不能擁有財產 但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只有男人才可能是citizen 而且要有財產 那他們所根據的政治的邏輯 也相當有道理 於是我們就要想 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不一定是好的 也不一定是天賦的人權 那個都是被某些政治人物說出來騙你的 其實他只是為他自成 他們那時候的邏輯是什麼 是說政治 大家在一起討論 基本上就討論 我們這一塊地區的資源怎麼分配 我們這一塊地區 要怎麼樣 反正就是 大部分都是資源 不管要不要對國外宣戰 這些都是資源的分配 如果你在我們這一塊地區 根本沒有資產 你憑什麼來分配 你憑什麼來參加分配的意見 你沒有一份 沒有你的一份 所以 這樣子的思維 知道美國獨立都是如此 有資產的男人 才叫做citizen 所謂投票是那些人在投票 所謂的Congress是那些人在開會 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去 就連我們都以為很民主的國家 最後一個州 允許黑女人投票的最後一個州 發生在1972年 因為我親自到那邊去玩了 1972年 我已經四歲了 可能你還沒生 不過你可以知道 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就對了 我們以為美國有多麼民族 多麼先進 最後一個容許黑女人投票的是在1972年 所以完全不要以為我們本來就應該每個人投一票 事實上 這就扯得遠了 反正就是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連結一下 不要輕輕鬆鬆的就被人拐得走 很多人 不管他說出來是為了你好 還是為了天下好 還是為了照顧環境 為了環保 其實仔細撥開來看 很有可能他都是代表某一個利益團體在說話 只是他們現在很會包裝 現在每個人都要學會包裝 這是我們讀大學的最重要的事情 學會怎麼說出一番冠冕堂皇的話 而且別人都看不出來你在為自己 或者為你兒子 Eldorses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走得太前面的人 他出了窮盡法 這就是積分之初 那這上面同樣畫的不是地球上的事 這是一個天文的圖 我一再也說數學就來自於天文 其實都是為了兩天 兩天極度的困難 而且極度的挑戰 而且對希臘人來說 這是最sexy的事情 他們就是拼命做這件事 於是發展出來很多 為了兩天發展出來的數學 那這一張郵票又是誰呢 關他什麼事 旁邊那一張大家現在認得了 這就是 Epsilon Lambda Lambda Alpha Sigma 這個呢 奈比瑞亞 那奈比瑞亞又在哪裡呢 哪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跟你說一個 不知道的地方 奈比瑞亞就在四十三共和國的南邊 然後四十三共和國在哪裡呢 就在奈比瑞亞的北邊 到了希臘的晚期 那就已經 就是 像這個阿基米德還算 還算西元前 那這個 托勒密就在西元後 等一下 我現在忽然不太確定 對不起喔 我剛剛說錯了 阿基米德也在西元後 那個 托勒密的這一張 這兩個人大家不需要太多介紹 阿基米德就是那個 從浴缸裡面跑出來一直說 我發現了那個人 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他不只是那樣 他不只是光的屁股跑出來 他 數學界 認為國往今來 全部的數學史面 只能說上三個巨人 那他就是第一個 他就是第一 然後 第二個是牛頓 第三個是高斯 高斯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浪漫的 稱他為數學王子 但是有趣的是 數學沒有王后也沒有國王 數學上沒有封 沒有封任何的國王跟王后 但是收了一個人叫王子 顯然高斯的形象很好 一直用年輕的形象 面對著歷史 這個應該看得很清楚 Espania 這是西班牙 那 這是一個四張郵票連在一起 然後這顯然是當時的 對天球的一個認識的 簡化版 當時的天球認識 一個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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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太靠近拜託 大巴了 對不對 好 那個 我剛剛想要去仔細看的是 他哪裏 波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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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隆迪在哪裡 波隆迪 波隆迪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在 他在非洲 非洲 有很多很大的國家 但是很少那種 像綠豆一樣大的 這個就是像綠豆一樣大的 一個地方 那我對他的認識 他在非洲的最高峰 吉利馬扎羅山的西北 西北的山 山腳巷 一個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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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非洲最小的一個 獨立國 叫 普隆迪 這又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對不對 那種非洲的地方 可能他們也留下一些移民的 被殖民的遺序 對於殖民國家 還有一些感情 所以我只能這樣猜想 我沒有去過那裡 所以我不知道 有這麼多的非洲國家 會這麼認同 會這麼認同 希臘 整個反西方的文明 波隆迪做了什麼呢 波隆迪其實寫了一本 叫做Magnus 這個 有人翻譯成大論 有人翻譯成句論 反而就是Magnus Magnus 就是大的意思 就是大的名詞 那個大論據說是叫四卷還是六卷 其實那一本書 完全沒有想要說數學 但是數學家常常提到它 因為那本書其實只是 不是只是 那本書的雄才大略 是為了解釋整個 我們看得到的天體 是怎麼運行的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它是錯的 但是它解釋得非常的巨細無蜜 雖然很不幸的都錯 所以這是科學哲學裡面 很重要的故事 我相信 有很多其他的老師 會跟你們說這段故事 就是科學的本質 是什麼東西 雖然他說的完全合理 完全合理 而且他的預測也 非常的準確 而強烈 但為什麼就是推翻他了呢 倒不能說 因為人到了太空一看 果然我們不是太陽沒有繞的地球轉 因為在那個時代 哥白尼的時代 還是沒有能夠出去看 其實就是來自於一個模型的問題 這個模型太複雜了 這個模型太複雜了 它太沒有道理了 它太多例外了 它有太多的例外 它沒有一個一致的 一個漂亮的說法 所以後來其實是模型的勝利 而不是事實的勝利 但是當然非常幸運 後來發現世界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發現 好像真的世界 這個自然界是這樣在運行的 就是按照後來牛頓 或者是接下來 麥克斯威爾到 埃恩斯坦這些人的認識 當然幸好是這樣 沒有說到我們可以 出到外太空發現 發現那個科普勒才是對的 那也不會發生這種 就是反正沒有發生這種事 就是其實在17世紀 有新的想法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證據說 就說這個科普勒斯 並沒有直接的證據 會說它是不對的 都是推論 這個推論的勝出 其實是模型的問題 是思想的問題 是這個可以說是科學哲學的問題 在哲學上你要接受怎麼樣的模型 我在這邊說的也不好也不完全 所以我不要再說下去了 等著其他的天文或牧民的老師 來跟你們說這一段故事 這個 然後呢我們就知道希臘就毀了 對不對 希臘就被羅馬打敗了 先是菲尼基人 然後羅馬人 然後希臘就 最後就變成只有埃及那一小塊 然後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就是越來越弱 就無疾而終了 其實也不能想希臘有多糟糕 希臘從全聖 從他們跑馬拉松回去 那一件事情算起 到他從埃及也被消滅掉 其實也有八百年歷史 其實我們中國還沒有什麼朝代有八百年 所以八百年也不算少了 還算是一個蠻強大的一個帝國 維持了那麼久 接下來當然就是 我們大概在整個讀歪歷史都知道 接下來就是中東 中東大概摧綻了快要前後算一算 應該還差不到一個世紀 但我們就說一個世紀好了 就是不是一世紀 一千年 一個千年 對 差不多吹散了一個千年 然後阿拉伯人的記錄開來 我剛剛提到一件事啊 比如說三角函數被他們改成了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比較務實了 他開始會說地球上面的這樣 後來那一套知識到了西方的世界 在牛頓生下來的前一百多年 不只 牛頓生於1642了 那一本書大概住於14多少 反正很早以前 就有一本很完整的書了 今天用英文說就叫做treatomometry 三角學 各位同學在高中一年級 學完第二冊第一章 第二冊第二章三角以後 所做的所有的測量體驗 都是那一本書 covered narrow 就是 你現在知道怎麼用tangent 怎麼樣cos1分之1的於second 然後你的平方公式 你的半角背角公式 合角插角公式 然後用它來做平面測量 立體測量 全部這些事情 都在西元一千四百多年的treatomometry 那一本書裡面全部完成了 而那一本書幾乎沒有西方人的貢獻 全都是從阿拉伯文抄過來的 翻譯過來的 然後呢 他們事實上有很多 包括亞里斯多德的文獻 跟阿基米德的文獻 也都是從阿拉伯文抄過來的 我們一直知道 阿基米德遺失了一本文本 叫做The Method 事實上名字還蠻長的 我背一下 是說The mechanical methods for mathematical problems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通常我們都是用 mathematical methods 去解決 mechanical problems 我們用數學方法去解決機械上面的問題 他那一本書 Exactly說的是相反的 用機械方法解決數學問題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命題 數學史家通通會知道 因為他們從二手三手資料 從reference裡面知道 是從那一本書出來的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原點 那個事情就是 阿基米德證明了 圓的球 球的體積 是包在他外面的 那一個圓柱體的三分之二 他其實是積分 但他用的辦法 用到的槓桿 他用來切片 切一切以後做一些實驗 這是思想上的實驗 其實他要切對於做實驗 就是槓桿上面的平衡 無非用今天的眼光來說 無非要證明體積的累加性 或者是某些相等的地方 總之他一口氣證明出來 遠錐的體積是多少 還有 遠錐的體積多少 跟球的體積多少 那這是個偉大的事情 偉大到阿基米德自己覺得很偉大 所以他要求他的遺言說 他的墓碑上面要刻著的 很多人都可以要求 他墓碑上面要表現什麼東西 阿基米德的墓碑上面 刻的就是那個圖像 一個像罐頭的東西 裡面看著一顆球 然後裡面寫著2比3 3比2 3分之2 那你稍微背一下吧 這個 直徑都是 半徑都是R的話 這個 這個罐子的底面積是πR平方 高會是2R 所以是2πR三方 他的3分之2 不就3分之4πR三方 這就是我們今天知道的 球的體積公式 他是世界第一個算出這個公式 能夠推導出這個公式 而我們都知道是來自剛剛說的那一本書 但是那一本書就已經被認為不可能出現了 直到也是一個很美的故事 190幾年 在伊斯坦堡 那個土耳其那個地方 在伊斯坦堡 有一個很老很老的清真寺 終於要改建 然後就啪啪啪敲了 敲了以後發現這個牆裡面有夾城 一千年沒有人進去獲得一個夾城 這一定是當初跟羅馬人打仗的時候 留下來的東西 藏在裡面的東西 然後那可真是寶貝了 然後全世界的史學家 阿文學家、語言學家 全都到那邊去了 然後在裡面找出一卷 就是阿基米格的那本書 所以那一本書現在是有原本 是知道原文是什麼 那也不是原文 那是他的書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寫下來 但至少是他原來的書 可以這樣假設 那這兩張郵票都是中東的地方出的 像這個很清楚 這也不算中東啦 巴基斯坦 這個呢 這個字看不清楚 但我還記得 這是伊朗 這是伊朗 那都在紀念他們那邊的人 我們可能小時候讀過 叫什麼 一千零一夜 還有叫什麼 東方夜談 那是不是同一件事 天方夜談 我小時候有讀過 一千零一夜跟天方夜談不一樣 我現在突然 我現在忽然懷疑這件事 好像是有關係 我回家查清楚 小時候我們應該都讀過類似的東西 在那裡面你們都讀過一些很奇妙的長者 智者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故事就是說這個人 那個故事裡面說有一個家族 然後然後爸爸死了 然後留下了遺囑 我們要把他的駱駝 主要的財產駱駝 分給他的孩子 那個細節我不記得 但同學很可能讀過這種故事 他們說我的財產裡面幾分之幾 要給誰 幾分之幾要給誰 點點點點 可是他那個分母啊 令人不好 就不能整出他的駱駝書 所以全家人就在想怎麼辦 你們兩個人要把駱駝撒了嗎 要不然你不能分這個 他不能按照遺囑來分啊 就有一個智者走過來了 說這個我的駱駝先撿你們 然後這樣就可以分了 就是可以整除了 然後分一分以後 咦 剩下一頭 那就是我他 他又 他又牽走 那一個很美妙的故事 我是記得我小時候聽的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有很多很多 非常傳奇的 事實上因為他太古老了 他有可能古老到很多 拜他的名字的那些故事不是他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很多 attributes to 必達哥拉斯的事情 不一定是必達哥拉斯 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 我們在台灣 attributes to 鄭成功的事情 通常都是他 如果你了解 鄭成功在台灣 十個月就死了 他不可能在很多地方 留下那麼多信息 所以 就是 其實這也顯見 台灣的文明實在是 發展的比較慢 在比較文明以後 就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 因為他的文本 他的紀錄 就會比較缺失 但是在一個 以傳說為主要 communication 本體的那樣的社會裡面 就會有很多很多 無法可考的事情 總之這個人留下很多故事 那我也要提醒各位同學 可能都是故事 不見得都是這個人 那麼這張郵票在慶祝什麼呢 慶祝這個人 這個口氣好大 慶祝這個人 誕生的一個 國際研討會 Congress 國際大會 這個國際大會 是按什麼 Millionary 不是紀念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但是紀念一千年 這種國家 也許在這種時候才能 揚揚吐氣一下 我們一千年前就有 就有了不起的人 那麼當然這個什麼 實境位的演算法啦 直式的加減成除啦 印度樹木制的一些轉換 都會attribute到這個人 那 我們會看見這些人的名字 我對這個語言也沒有認識 但是我知道 這個伊斯蘭教的人 他常常名字前面都是一個 阿拉拉拉拉什麼東西 這個阿拉拉拉什麼東西 那麼 不過在這裡沒有出現 在西元一千兩百年的時候 一個叫阿拉什麼什麼東西的人 寫了一本書 那就是人家 現在後世說起來 整個阿拉伯的文明 就繼承希臘之後 能夠超過希臘的最高點 就在那一本書 那本書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開始用符號 當然不是XYZ 但基本上是像那樣的符號 代表數 然後做計算 就開始寫成類似我們今天 多項式的那個樣子 也就是說 拜數學 Algebra 從那邊開始 也就是說 其實Algebra這個字 其實怎麼來的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字很奇怪 長得不像英文 我剛剛特別要跟你說 很多 很多伊斯蘭的人 他的姓 就是阿拉什麼什麼東西 其實A給了什麼什麼東西要下去 Algebra這個字怎麼來的 就是寫那本書作者的信 輾轉 就變成了Algebra 這個字 這是一個很古怪的英文字 現在了解為什麼那麼古怪 因為它不是英文 它是阿拉伯文 那接下來 歐洲就要醒來了 歐洲怎麼醒來的呢 歐洲醒來的第一步 其實歐洲是從哪裡醒來的 從所謂的十字雲東征醒來的 那十字雲東征是西方人的觀點來說 就像我們的觀點會說 蠻族入侵中國 你想像一下 哈薩克斯坦的那些匈奴人的後代 他們在說歷史的時候 他會不會說 我們的祖先 蠻族入侵呢 東方的那個國家 話語是很重要的 這個話語就代表了你站的立場 我們台灣就是一向站在美國人的立場 所以就一直在歷史課本裡面說 十字雲東征 其實在那個時候 文明的高度 中東如果有這麼高 所謂的十字雲那幫人大概在這裡 那些人是在餓得受不了了 鬧饑荒的時候 拿著鋤頭拿著斧頭 就去打仗 然後去搶 去把人家的東西什麼都沒見過搶回來 他們沒有見過鏡子 玻璃做的鏡子 在那個時候 更不要說望遠鏡 那個單口的望遠鏡 你有見過這種東西 其實他們是靠蠻力 他們是蠻族的 那個時候 伊斯坦堡被他們打得往後退 也不能說伊斯坦堡比較不好 我們中國也被 也被兇奴人打得往後退過 但是難道中國 那是代表中國的文化低於 兇奴嗎 至少我們自己不這麼認為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代 其實是他們跑去打人家 是去搶東西 搶回來後什麼都看不懂 什麼都覺得新奇 而且不是馬上就開始有反省 說他們要學習那個國度 因為他們不能說他們要學習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惡魔 站在他們天主教的立場 那個是異教徒 你不可以跟異教徒學東西的 所以我特別要拿一個教皇出來 Sylvester二世 Sylvester二世 他登基的時候 你從歷史上可以找到 他登基做教皇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老了 所以絕對不可能是這個長相 總之是他年輕的時候比較帥 總之Sylvester二世上台之後 他還頒過一個教皇次令 雖然阿拉伯是異教徒 雖然他們都是邪惡 但是根據什麼什麼旨意 我們還是可以學阿拉伯數目詞 我們還是可以用他來做計算 然後彰顯上P 我不太記得了 反正那個拉丁文有被翻譯成英文 你現在如果認真一點 因為我當時沒有把它存到 你還是找得到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連這種事情需要教皇出來跟大家說 不要怕了 因為教皇有這個知識 他認為拉丁數字實在應該淘汰掉了吧 拉丁數字怎麼算到很大的數的加減成數 那實在太困難了 這裡有的拉丁數字 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我也有一張 哦 在後面 幾個 不是幾個 不是幾個 數學語 這個牛頓 我們就有人來說牛頓 牛頓是歐洲蘇醒之後 第一個 超出了希臘跟阿拉伯的知識範圍 他是第一個 也不能這麼說 哥白尼算是開始 但是這個大的成就 現在大致上來說 就是牛頓之力 就是完全的 他整個differential calculus 整個一步就跨得遠遠的 讓西方就開始脫離 那個中古的傳統 一直到文藝復興都還是沿著中古的傳統 在發展 這個人就是完全的破了他 那麼他破了他的最重要的那本著作 很多人都聽過嘛對不對 簡稱principia principia好像有人這樣告訴教我 principia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叫做 自然哲學中文 自然哲學中文 數學原理 philosophia naturalis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拉丁文 我也在亂念幾次 我要請同學看的是 您能夠認得底下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嗎 你根本不認得他的數字 上面寫著 對不起 指錯地方難怪你不認得 這邊寫的是倫敦 Landini 這其實是倫敦的意思 但這邊有一個 天啊 在這裡 你太遠了看不到 這邊有一排 寫著大寫著 ndclxxxbii 看到最後三碼 你大概知道是7 xxx是30嗎 錯了 前面有一個L L代表50 所以連那個50 這代表80 再來 M millionaire 1000的意思 D呢 500 C呢 C就是century那個字 的拉丁文 C開頭的 DC 500加100 600 所以現在認出來了 1687 你要怎麼樣用這樣的數來做1687加300 你想想看 怎麼樣用它來做1687加328 如果你要這樣做計算 這個文明能夠發展到什麼地步 我看這個也是很難的 陳跟楚這樣 我還不敢想這件事 可是回想起來 當時的阿基米德用這種數在算他的割原數 用這種符號在做計算 所以光是符號就是多大的障礙了 所以那是很痛苦的事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要從 拉丁數字換成阿拉伯數字 實在有其必要 對不對 可是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是不敢的 那個是 那個是回教徒的東西 拜託 那個是Islam的東西 怎麼可以 教皇出來就跟他說安啊 可以啦 他找了一套理論 所以可能可以 但事實上 他講完以後過多久才真正 普及到可以有人這樣做呢 其實要過四百年左右 我為什麼知道這件事 西元一千四百多年的時候 出來了一個大家都聽說過的數學家 在米蘭工作 就是 他說什麼 有兩隻兔子 然後過了一個月就生了一隻兔子 然後過了幾個月 假設生的兔子 攻的母的家 都一樣多 每個月都會成熟 都不會夭折 然後就會繼續生下去 然後產生一個樹裂 對不對 菲波納奇 菲波納奇其實是他的號 他的名字叫什麼都忘記 反正也不是很難 反正是什麼尼奧納多之類的 反正是那種很普通的 意大利人的名字 那個人是一個 以今天來說 他是個大學教授 他寫過一本 最近為了紀念那本書 出版了五百還是六百年 六百年了 我記不清楚了 對不起 看看菲波納奇是哪一年 哪個年代的人 反正最近那個 那本書的出版 達到了一個整數的百年的紀念 然後終於有人把它翻譯成英文了 那本書現在買得到 而且很貴 因為它可能銷售量很低 老實說 我要求讀書館買 但我最近沒有檢查 買回來沒有 那本書就叫做算數書 就是The Book of Arithmetic 這個是翻譯成英文的 那個當初當然是用拉丁文寫的 反正就是 The Book of Arithmetic 那本書有這麼厚 大概是四百頁 四百多頁 總之這一本書在教人家什麼 教人家如何用阿阿伯書物資 配上直式做加減成書 大學教授寫了這樣的書 所以整個歐洲的復書不是那麼快 整個文化要先接受一個異教復的東西 然後要先克服這個心理障礙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它還有需要 那個時候的歐洲其實都還是滿足 它根本沒有什麼科學的需要 所以它不需要做那麼複雜的計算 但是到了15世紀開始航海 航海有了很大的漲獲影 以後他們開始有需要 第一個是重新它需要測量天 它對天的測量比科普勒的時代要求的更多 因為它需要航海出去 如果不能航海出去 各位同學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明明美洲比較近 印度比較遠 但是葡萄牙人先到印度 才發現美洲 你知道這件事嗎 為什麼會這樣呢 印度雖然比較遠 但是它可以摸著 它可以開船摸著這個非洲的邊 摸到底 經過那個叫什麼海峽的 好望角 好望角 然後過來再繼續摸著邊 摸著摸著它就可以到了 到了伊朗、伊拉克那些地方 然後再摸著它 就是說你可以摸著搶走 你不會迷路的 所以航海可以先到印度 然後把一個叫做利瑪豆的人帶來的中國 不是那時候已經比較後面了 比較晚以後才有人膽敢離開 他還看不到陸地的地方 往那邊一直去 然後那個人犯了兩個錯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歷史故事 哥倫布犯了兩個錯 他相信地球的直徑 是真正直徑的快要一半 所以他認為他到得了印度 他犯了第二個錯 就是他本來以為中間沒有別的陸地 那正好負負得正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偉人了 然後這個羅門路 這是第一個 這就是阿斯巴尼亞的郵票 左邊這一個是泛國的郵票 這個羅門路放在這邊是因為 他不算是一個數學家 他不算是一個了不起的 有什麼大進步的人 但他有一個思想影響得非常的遠 這就是屬於科學哲學的事 他這個思想就是 就是類似後來牛頓 後來所有的西方的傳統就是 基本上可以用這個思想來說 就是凡事都有一個原因 而且這個原因一定會是抽象而基本的 而且簡單的 然後他會可以推論很多很多不一樣的現象出來 他自己不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學家 事實上這個人有點像是個鳳子 他有非常多神秘的想法 就是類似我們在小說上面看到那個發瘋的 那個誰? The Beautiful Mind 那個誰? 那個史佩儀 美國 美國 那個很有名的 一個大帥哥演他的 在電影裡面 《美麗境界》 演《美麗境界》的演員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John Nash John Nash 有一段發瘋的時間 他整天會說 這裡有訊息 那裡有訊息 樹葉上有訊息 下了雪有訊息 結果連打開報紙看到這個 股票的數字跟賽馬的數字 他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訊息 然後他都可以 他就說他可以解釋那個訊息 其實這個叫做像那種 但是他畢竟還是留下了著作 他畢竟還是在當時的那個時代的世界裡面產生的影響 至於後來的人的研究 不管是萊布尼茨還是牛頓都讀了他的書 可能 都是有這樣子的思想的一個脈絡 認為天下一定有簡單的道理 一定有一個最簡單基本的道理 在最後 在這個背後 govern govern 控制或管理整個世界的現象 最右邊這一位就是我剛剛要說的故事 Bruno 就是說 我曾經 剛剛前面一點說 很多人 很多人 我覺得那些人也屈心有點不良 會說西方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科技的文明 是因為一神教的解釋 因為天下主要的宗教也只有他們是一神教 其他宗教都不是 所以他用這個 也許他是歸納的 也許他怎麼做 他用這個來分類說 你看一神教的人 將來科學就好 可是我們說過 其實歷史就明明不是這樣的 這個人叫做Bruno 那 比如說哥白禮說了日欣說 然後不是被判的監禁嗎 然後叫他認罪嗎 他認了沒有 他認了 然後接下來切利略又寫了一套書 而且這一套書是透透透透透 切利略就在教皇的腳下 天主教皇的腳下 他不都亂來 他那本書是輾轉的被人家透透透透透透 帶去帶到哪裡 帶到荷蘭 在荷蘭出版 而且他那些人寫書的時候 其實就跟共產主義的人 就像以前的中國一樣 在裡面寫一些稍微反動的書的時候 他前面都要把自己先罵一遍 科普勒爾的那一本書前沿就說 我這整本書都是胡說八道 就是把自己先罵一遍 但即使是這樣教皇還是要抓他 他還是認罪 其實那些科學家不見 因為他如果真的有那樣的智慧 跟那樣的認識 他應該會知道 這不值得犧牲自己的性命 日子久了就會知道我是對的 教皇最近赦免了齊利略的罪 你們知道嗎? 好像在1986年那樣子 1986年有一個教皇聖遇 宣布齊利略現在有罪 過了這麼多久 終於還他清白 總之 那個時候其實主張這些事情的檯面上 我們歷史上讀到的人 都認罪了 其實沒有人真的犧牲掉 就是這個傢伙 他是我們所知道的 唯一為真理而犧牲性命的人 他真的被燒死了 他就是不承認 這個Bruno是死於火形態的 而他主張的就是日子星座 就是這樣 所以 他死於1600的 就是他是 我們在很多科府書上會讀到的 就是大家會為這個人提一筆 但這個人其實他真正的 他並不是學術的人 他不是大學教授 不是科學家 他是個priest 他真正是個教師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被判得更重一點 他明明是天主教裡面的人 但是他卻一天到晚在宣揚這個邪說 然後不肯認錯 所以他就被燒死了 後來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個 那些人是對的 那中國的第一次接觸 我們剛剛說到的立馬鬥 立馬鬥呢 1583到1983 這個1583 1583 是他道 這邊下面有寫 立馬鬥來華四百年 我就想不可能是他出生 那個年紀也太小了 這個 立馬鬥是個 是個 意大利小村莊裡面的人 他從 他生下來的時候 是 這裡看得出來嗎 應該是15多少年 總之 那個 那個馬丁路德的那個 宗教改革 是149幾年的時候 貼了一個大條子 在一個 在一個教堂本口 在抗議 抗議 天主教的腐敗 然後就開始 新教就慢慢出現 這個傢伙是 在那個環境底下長大 然後 新教當然給 天主教一些威脅 天主教內部 就會有一些回應 那 回應除了繼續 少別人以外 他們也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成立了一個 四學門 天主教裡面 還是有一些修會 其中一個修會 就叫耶穌 耶穌會 那 最近很多電影都跟他有關 他們也留下一些神秘的傳統 總之 這個家是耶穌會 然後耶穌會 跟其他的修會 稍微不太一樣 是他們開始教科學知識 數學知識 所以他在那邊 學到了一些科學的數學知識 他的老師 Klavius 他的老師 Klavius 就是 做我們今天的日曆的那個人 就是 四年一潤 佛百不潤 四百重潤 就是 那個規則 是他研究出來的 所以 那個時候最高等級的科學 天文的知識 大概最精確的計算 就到那個層次 那個人也是個修士 Klavius 他也是個修士 他在西班牙 所以他是複集到西班牙去跟了老師 然後 成為傳教師 他有點 就是 自在四方 他們那個時候 這個修會 特別是西班牙那個地方 出來的人 就都想要出國去 去傳教 那他就是第一批 船出國的人 他是沒有直接到中國 他先到了印度 然後我說 那個船要摸到大陸的邊 他先到了印度 在印度 待了三四年以後 才到澳門 然後從澳門登上了中國 然後慢慢認識一些中國人 就開始越爬越高 然後 這個地位越爬越高 中文學的越來越好 然後 這個所住的地方 也越來越美一邊 最後就到了北京 然後 他們在上海的時候 就認識了 就是他跟這個 徐光奇 在上海的時候就認識了 徐光奇是中國第一批受洗的天主教徒 聖名叫保羅 所以他是徐保羅 保羅先生呢 就因此也讀了一些拉丁文 但他當然不可能 在那麼短的時間 再學會拉丁文 所以當他跟這個 立馬鬥請教數學的時候 立馬鬥是用 立馬鬥的中文 比徐光奇的拉丁文 應該好一百倍 所以是講給他聽的 然後徐光奇等於是 學生做筆記的 做完了筆記 再用優美的中文重寫下來 然後就發表了 我們知道這個幾何原本 那我們剛剛說幾何原本 有第一卷 事實上幾何原本 一共有十三卷 那麼這個立馬鬥呢 傳給徐光奇的是前七卷 或是六卷 我記不清楚 那麼學完了 學到六卷結束以後 立馬鬥說 我要休息休息 徐光奇就暫時做別的事情去 不料休息了三年 他就過世了 所以徐光奇就 後面那一半就沒有了 後面那一半 他隔了整整一百五十年 真的喔 整整一百五十年 從新回到上海 李善嵐 那個就已經到了清朝末年 中國一塌糊塗的時候了 他那個歌劇的那個上海 上海已經歌給了誰啊 大概是異國吧 反正 隔了一百五十年 再把後面那一半翻譯出來 但是徐光奇後來並沒有閒著 雖然他沒有繼續翻譯後面一半的幾個原本 但他已經認識了所謂的泰西 他們那時候稱歐洲叫泰西 泰國的泰 他那時候就已經認識了泰西 有很了不起的科技文明 他應該要把他介紹到中國來 所以這個人一輩子的後面一段 他是三十四歲獲得進士的吧 三十八歲獲進士 四十二歲開始學幾何原本 四十四歲出版幾何原本 意思是他六十多 等於二十多年的時間 他寫的所有的書都是西方論書 其中包括冰學農學 他為了做農學的一本書 他還在上海城邊開了一塊地 自己當農夫做農民實驗 他做過一些農民實驗寫過一本書 然後也做過一些槍號的研究 寫過一本書 那本書名字也很好玩 叫《徐氏袍言》 袍就是月除代袍的意思 因為他明明是個文人 他來寫冰書都被人家嘲笑 他乾脆在書名上被自己嘲笑算了 他是他月除代袍書的話 那如果去看看這個人的著作 就是我覺得非常 就是很了不起 他就是一個讀毛詩 不是毛澤東 就是詩經 他讀詩經起家的一個人 他拿到的 他去考進士 也就是說 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博士論文 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詩經 博士論文的第二年 已經拿到博士了 我們在台灣有多少人拿到博士以後敢轉行 拿到博士的第二年 他開始學幾何元文 他已經四十二歲了 我們在台灣有哪一個人敢四十二歲開始學博中書 所以這個人真是偉大 他真是很偉大 四十二歲 而且是博士後第二年 他放棄本頁 開始轉行 轉到一個沒人認識的那一行 然後就是 就在那邊一直的發表 但是全世界 本全台灣也沒有人 本全中國 也沒有人理他 後來這個時局就變 他過世的時候 明朝也快要亡了 1633年 明朝就亡於1643年 崇禎皇帝在1643年 梅山四季 所以整個明朝在他後面那幾年 其實是很弱的 其實是很亂的 但是反正這個人就是知識分子 就是認為他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但是有一個極為可惜的事情 就是不管他怎麼努力 不管徐皇帝怎麼努力 不管利馬豆怎麼教他 他們都沒有學到歐洲的精髓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歐洲剛剛復書 牛頓還沒誕生 剛剛我前面說了 牛頓才是 牛頓才是把整個歐洲 帶到今天這個世界 完全脫離了中國的那個傳統的第一人 牛頓才是 牛頓生於1642年 那個時候明朝也亡了 然後利馬豆、徐皇帝全都死了 然後下一批的傳教士 能夠把維基登的知識 帶進中國來的 要再過一百多年 而且沒有多久 鴉片戰爭就打了 所以呢也來不及了 中國就已經註定了 這個一百年 甚至於兩百年以上的衰弱 就是從這一天開始 這一天不只是他出生了 當然他小時候也做不了什麼事 但這一天西方已經開始要變了 這一天有一個人死了 不是同一天啦 同一年 但有人說是同一天 所以我們一直有人像我一樣 一直在相信靈魂轉世 有一個誇張的說法就是說 劉頓生的那一天 就是齊利略死的那一天 有別人說不是那樣 只是說同 就是很靠近 不管怎樣 齊利略死了 劉頓生了 這就是代表一件事 齊利略的時候 這整個科學已經要開始出現了 他已經在懷疑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已經知道等加速度運動 他已經在懷疑 到底為什麼 他已經開始想這種事 我們都曉得了這些故事 就是這個傢伙給了一個統一的理論 給了一個完整的統一的理論 可以解釋許多不同現象 而且他不只是給了統一一套理論 如果他只是給了統一一套理論 他可能會以哲學家的名稱流傳到今天 這個偉大的哲學家 他不會是一個物理學家或屬理學家 他了不起的就是 他給了一個理論 然後他發明了一個方法 然後這個方法可以解決 把那個理論變成數學式子 然後還可以解出答案來 然後這就是不一樣 這不只是一個理論 不只是說因為萬有引力 所以會這樣轉 他用萬有引力寫成了一個微分方程式 二階微分方程式 而且二階微分方程 還是用極作標寫出來 這是一個超級了不起的事 我們在大一微精分學了半死 好多會才學到極作標 我們還不敢去學 在極作標底下的橢圓方程式是什麼 可是他明明就是這樣做 他用二階微分方程式寫了極作標 然後解出來發現那是橢圓 就解出來了 這個地球 任何一個行星繞著航星旋轉的軌道 都必須是頗原 然後再去match 那個 科普勒 再去match科普勒 集成了地古的十九年的觀察以後的那些資料 發現他可以完整的解釋 就是當時的那些所有觀察到的天文現象 好 所以我的確就講不完了 今天十天已經到了 接下來呢 就是霍伊勒跟考斯 然後接下來 我本來是想進入二十世紀 數學做了些什麼事 然後其實有一些數學家呢 就不再是數學家了 他就變成別人了 他就變成偉大的其他的人了 但他們做的事明明就是數學 只是數學家就喜歡把人踢走 這是數學家有趣的地方 尤其是二十世紀 任何人不做純數學 他就說 我不要你 我不要你跟我埋怨一家 所以那些人就變成了別的學問 包括計算機科學 好吧 我們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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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老師那麼精采 我聽了之後非常有感想 跟大家共享一下 各位有什麼問題 待會兒再提出來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些 聽講之後的問卷 就請各位稍微幫忙填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活動 值不值得去去擴充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看起来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跟国力的强弱 和数学知识还有物理知识的贯彻 以及它能不能拓展很有关系 但是跟文明的发展好像是两条路 就是文学上的知识的发展跟科学上的发展 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合并起来 那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数学物理的文明可以扩通 我记得今天听了三老师的一系列印象之后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在我大概在三十年前在美国买了一本书 是给小学生看的 那本书叫做怎么样增加你的创造力 那今天所有的教学大家都在说要创造要成长 那书里面就教了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各位可以看 今天就出现了 第一个 你懂不懂得你要去发展什么样的问题 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们哪都讲要创造 可是我们缺少一个问题 我们对这些所想要做的问题 有没有充分的去了解 去吸收它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 然后要酝酿 第二个步骤就是酝酿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看了所有的可能之后 你才可能去做出一些尝试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把它做出来 你要experiment 你要做实验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赛老师这样的 各个的问题都是各个科学家 努力之后发展出来了 发展出来了 完了之后 你还要去做一个解说 你要把你所想的东西推广 让别人去了解您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还要去修饰它 因为它第一步出带的东西 可能还不是很完善 当你做了这个第四个动作之后 去修改去解说之后 你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你所看到的问题 有没有更新的东西 这整个一个cycle 就是我们所说的创造力的产生 可是我们今天进大学 我们在大学里碰到的这些问题 缺乏的就是我们基本支持不够 我们基本智能不够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来 了解的很多透彻 所以我们台湾今天能够做一个电脑 可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制造出来 一个超级电脑 比人家强 做不出来 做不到 第二个 我们能够看到飞机 可是我们坐飞机发动机还有困难 第三个 我们看到人家可以坐什么船 我们也可以坐船 可是船上的引擎不是我们做的 人家可以发射火箭 我们可以发射重天跑 那问题说在哪里 我们还不够透彻了解 我们所发明的钢铁 我列出来钢还不是最运的钢 这些问题 我们会代工 可是我们不能做出一个推销实际上 最好的产品出来 还做不到 那这个钢铁差在哪里 差在后面这一代同学们 你们能不能看到问题 你们能不能找出答案 那今天这个数学上 所有的发展脉络就是这一条路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只能按照这条路走 但是呢 概念上是要走这条路 可是你思考的方向 你要去连接所有你学过的东西 然后去找出正确的答案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 我们要送三老师一个纪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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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老师不热心的演讲 那就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下一次再请 小老师来 这样接下去的 可以吗 我今天开始的 第一次开始的连番 因为我们还没有熟练 这是第一次讲的 对 以后也许再讲这个课题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前面的步骤 那我们特别请你一下 下礼拜来讲 方便吗 11月初 剩下没有那么多长 那你再把其他东西带进来 好 再下礼拜 好 我们尽量再请三老师来讲下半步 下半步 好不好 这个各位 这个文 刚刚三老师讲了 他们在创造的过程中 基本上是为了生活的需求 可是到了后来呢 就变成是无聊中去发展一些更进一步的 更深入的一些科学 然后才能有所谓的创造出来 但是最后要包装 包装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人的层次有不同的 那有的包装是变成是为了食欲 或者为了政治的目的 但是也有一些包装是为了整个文明的发展目的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很漂亮的人形 各位慢慢去体会一下 你发展这些科学 如果为了某些目的 可能会比较困难 更深入更远大的发展目 但是为了让大家都能获利 对生活上更方便 或者看问题更清楚 你会发现有的发现还真是 完全是纯粹为了奉献 这很奇怪 但是历史的脉络是往那个方便走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近一步的去发展你的 哲学观 人生观 然后去帮大家造识 好不好 希望能做到那一点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准备 我们谢谢 谢谢赛老师今天讲的那么精彩 横先生 好 我说 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